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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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反而说起技能既有六项 分别是暴风神社精神 水牢精神 精灵之盾精神 灵魂屏障 刺穿之始 以及精灵之晕 实际的选择有两种配法 第一种 学习暴风神社精神 精灵之盾精神 灵魂屏障 刺穿之始 以及精灵之晕 最后一个水牢精神 则是透过300万名义币获取 另外一种配法就是我的配法 我会学习的是暴风神社精神 水牢精神 精灵之盾精神 四川之始 以及精灵之晕 毒瘤灵魂屏障不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样子可以让水牢精神重复1 因为300万名义币获得的水牢精神 如果我已经学到了 就可以直接吃下去 让它变成重复1啦 那最后的灵魂屏障 我就会透过血蒙商店额外 再花200万名义币购买 原因是因为我要拼经济合成 所以选择重复1的做法 神花技能就是精灵之剑 以及精灵守护者两招 那这两招如果你有经济转折的话 我非常强烈建议选择精灵之剑 原因是因为第一经济可以透过合成 以及技能TJ取得 而第二经济的常规管道 就只有91级的神话选择箱 以及三层制作的神话技能选择箱 做取得 非常的不容易 好啦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次 射击之星版本妖精转值的 技能转换内容啰 那我们这个章节要提到就是 技能转卡的部分啦 首先英雄技能 有5招可以转的 分别是精准射击 封印境地 火焰之剑 鹰眼精神 以及元素治愈 那传说技能有4招可以转 分别是精灵首领 精灵之韻 刺穿之始 以及精灵之盾 精神 我这边特别提一下 英雄技能 英雄技能的话 里面有一招元素治愈 是可以转的 那这个技能在转折的时候 是不能学的红技 他只能透过180万名誉币去获取 这时候你可以有一招奥博的方法 只能说是让你有机会可以省下 180万名誉币的方法 分别就是你学上面4招任何一招技能 让上面的技能进入转卡环节 你就可以透过转卡 获得元素治愈啦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虽然有点赌性 但是我觉得这个赌的投报率 是非常的划算的 原因是因为你好举例 我们封印境地一颗4000赚 你买4000赚 再花900万去转记 如果转到的话 就是4900赚 去获得元素治愈 那你相对来说 4900赚要获得180万名誉币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即使你红技 转了第3或第4发 你去换算成180万名誉币 也是相当相当的困难 基本上就算你16000赚礼包买 买满 你也不一定能够开到180万名誉币 所以我觉得转记这个投报率是非常的高 自我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个尝试 那至于紫技的部分 有人说紫技可以转记吗 我可以省300万名誉币去学习精灵手里吗 当然可以 但是紫技的转卡 我必须说它跟紫辫子娃是一样的 相当的贵 我不建议做这个投资 因为你在转的过程 万一你都转不到 那你是不是亏了好几万赚 这个换算投报比的话 是没有红技转化来得高的 所以紫技我还是建议乖乖的 学600万名誉币吧 本次射击之星邀你回归 总共4张TJ TJ分别是服石 特殊商城装 娃娃跟变身 这都是自选的那种变身 那这一次是没有装备的 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 NC未来 我这好像从四周年开始讲嘛 我从四周年开始预告 NC未来只会把TJ的数量 开始控管跟限制 TJ卷的数量越来越少 应该说TJ的频率越来越越少 然后TJ卷也不再会像过去一样 什么都给 开始抽差 抽差个屁啊 他会开始抽换 抽换内容可能这次给服石 下次就给一般装 再下一次就可能给技能 然后可能下次会少一个 比如伤成装这次没有了 或是什么 娃娃这次走变身没有娃娃 然后下次娃娃 给娃娃没有变身 可能会陆续这样做抽换 因为这样才可以控管 所谓的游戏成体的装备 大装 跟金变精瓦 还有轻变的数量 好啦那我们看完了以上的内容之后 我也帮各位做个小小的总结吧 这次射击之星改版真的让妖精重返了一线职业 风水妖就是之后的主流 正版风妖兼具早期风火妖的威力 水妖则牵制能力也更剩过去的风地妖 所以这次妖精转值可以不用多花额外的资源 去把四属性技能都填满 只需要转主流的风跟水技能就好啦 相较以往也简单暴力了许多 NC真的将四属性的卖点都集合在一起啦 而且在这次武器的选择上也多了一种新的流派 就是可以选择二阶子舞 OC里斯之弓 韩版已经将这把武器改良 buff可以顺利的上到目标 搭配三重使精神 就能打出一套特殊的降攻速流玩法 让对手变得软弱无力 当然职业会持续改版 转职与否还得自己思考清楚 依据每个人的团队定位 并非都得打出远程输出才是重点 了解定位 选择自己喜爱的角色才会玩得开心喔 这支影片希望对想转职妖精的小伙伴们有所帮助 看完之后别忘了帮我点赞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掰掰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